哈喽大家欢迎收看我假期在校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吧 今天不能白烂所以一大早就起来了还订了个闹钟 其实也不是很早吧也就十天左右 因为昨天又熬夜了熬到很晚才睡 不订闹钟的话感觉我又能睡到中午 起来就把床单还有睡衣给洗了 我每次到这个洗衣的时候都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它真的太稀了容易倒得满地都是 完了之后我去把被窝啥都拿去晒一晒 我最近一直在做噩梦睡不好 我觉得肯定就是这个被子有问题 得晒晒晒晒晒晒君了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太阳 酷气完一会儿才出来上班 我就先拿出来吹吹风 哎呦真有风还给我视频提供素材 由于架子一边的重量有点重 它就抖下去了 还好我没拿掉床单 不然里面的棉脏可就不好了 床单洗洗就好 素食值刚好轮到我了 就趁我这个牛镜还在就赶紧干了 给你们看我今天穿了一个黑粉色的T恤 它的三条刚好落过设计都是亮粉色的 下面还搭配了条浅粉色的工装裤 我刚穿上的时候觉得不搭吧 但是这张穿很舒服就没换掉 但是现在这么一看感觉也很不错 春末楼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帽子 咱俩也没商量 神童不得都戴上了防晒梦 这个默契完全结实不清 这假期不管在食堂还是在路上 人是真的很少 我遇到了一个疯狂奔跑的小狗 它跑得可快了 很着急的样子 我看它都有年吹不过气 想来商店买个绿豆雪糕 但是没有 已经跑了好几家商店了都 伤心死了 等我明天出去我就吃 我回来发现我那个位置还是没有太阳 我就给它挪了一点 都快挪到路边上了 给你们看我中午吃的是双蛋海苔拌饭 我还多加了一点小米椒 是不是看着就很有食欲 我还搭配了一个椰汁 这个动漫我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看了 今天下饭剧就是这个 最近爱上电影解说了 放了一个韩剧的准备化过妆 拍个手术舞玩玩 最近适用到了句句句好用的起点 等我后期给你们分享 我真的是越来越会卷脱发了 没有任何技巧就是纯扣链 经常卷脱发慢慢就会了 刚刚拆菜地的时候 拆到了一个这个 好像是送的赠品 上面写的是情绪稳定 我赶紧把它摆在我每天都能看得见的地方 咱们一起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小米孩吧 我跟你讲我这个水杯买回来之后 一次都没有喝过水 我现在去洗一下把它这么可爱 不然觉得很可惜 我从网上买了几个鲜花饼 但是它这个没有我们之前在云南的时候 吃的那个好吃 可能当时吃的那个比较新鲜吧 它这个都过了好几天了 不是很酥 就有点湿湿搭的感觉 我这个是玫瑰馅的 感觉鲜花饼 玫瑰馅的最好吃 终于忙完了 那我就嗑瓜子追剧去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再见